我和派自在巴巴马的农耕队是在1970年到东南美洲去的。 这也是我和派自在东南美洲的第一支农耕队,帮助当地的第一名同时蒙幕工作。 多年来,他们一直在默默地进行着。一年以来,农耕队的队员眼看着他们辛苦的成绩有了收获,不但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,同时也受到当地居民的爱护。 我国的农耕队在巴巴马一共有12位团员,他们都是具有经验和专长的农业专家。 目前一共分成住者区,协助巴巴马种植水道跟杂粮,并且教导当地的居民如何改良品种和防止病宠害。 在旱季来临的时候,也帮助他们种植一些西瓜和其他的水果。 平时则分析种植青椒、大葱、黄瓜等各种饮食的蔬菜,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